打开电源 这个是不能确认的 这个不用管它就行了 然后咱们点中文 然后咱们正常设置的话 就是每卷 每盘多少米 4,6米 比如说1000米 咱们提前预检书的话 这个在那里面 在 信息应该是信息 在那个 咱们看看这个外部端线 外部端线 咱们正常开机的外部端线 要先开机之前先关掉 正常以后再打开 内部端线可以一直开的 但是最好也是先关掉 因为它现在这个地方 有松的话 它会感应到 报警 对 然后米说道 咱们要求停机的话 就打开 一般都是要停机的 然后米说道 刹车不刹车 就选择这个 如果刹车的话 就打开 不刹车的话 停机不会刹车 咱们里面这个收线张力 张力开关 一般也是开的 是 你启动它是自动的打开了 你可以 正常 一般有的时候腰外拉线 就把它关掉 要不线盘 拉不动 拉不动 对 你把它关掉就行了 但是你启动的话 它会自动打开 嗯 然后咱们这个正脚 反脚就是 正S像给人像 就一个是往这边转 一个是往那边转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一般常规的都是S像 然后 这个照明都知道了 然后咱们这个信息这里 就是主界面的 还是主界面 咱们这个清零 要按住两秒钟 它是右下角 哦 两秒 你要按一下它不会清零的 要按住两秒钟 它才会清零 要不就是为了保护 就怕这个按错的 正在开机的话 空盘张力跟满盘张力啊 线盘没线的时候 咱们看看到时间 这个根据实际现场 看多大的线 多少条 设定一个 空盘张力嘛 然后满盘的话 要比它大 根据线也是要看线多少 一般相差 都要相差 像大线的话 估计要相差五幅 满盘的时候 满盘张力嘛 设定 嗯 嗯 然后有一个 参数 嗯 在这个 这个参数这里啊 嗯 就是咱们 有一个预设米数 那个停机啊 嗯 嗯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是 一千米吧 嗯 到提前减速的话 嗯 咱可以设定了950 就是到950 慢慢慢慢降 慢慢运连了 嗯 嗯 这个角域设定不管了 刹车时间一般都是8秒 嗯 6到8秒 嗯 这个收线张力设定 刚才那个 那个界面有嘛 也可以从这里设 也可以从那里设 嗯 这个修正 这个0.20 不能干 不用干 就这些 嗯 然后那个盘的上下 也弄一下